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幫大家整理天堂W近期更新的重點資訊 還有推薦讓您在PC平台上更有效率遊玩的新選擇喔 就讓我們開始吧 最近雅丁城有限時的NPC商人登場 販售的商品都是金幣價且CP值很高 建議定時間定期上限購買 擁有非常多經驗值加成的地下監獄也延長了活動時間 記得要購買勇士的家戶人來提升練等效率 覺得官方的模擬器使用上不方便嗎? 這邊提供您另外一種選擇 現在夜神模擬器也能順利運行天堂W了 只要你點擊內文的下來連結就能找到 不只內建的屬件操作 更可以讓你配合遊戲手把遊玩 然後一次開多個帳號練等嗎? 夜神也提供了多開系統讓你能一次多開 輕鬆練擊刷寶沒煩惱 想無時無刻跟血蒙的戰友們討論副本和PVP攻略嗎? 你也可以透過夜神內建的上麥onmic來實現 只要登入Google帳號 就可以自由的創立語音房間 並邀請您的戰友們一起聊天 本軟體也支持手機APP功能 讓你不論是工作在外 都能隨時掌握血蒙的即時資訊欄戰況 現在就嘗試看看吧 這次更新調整了自動狩獵的範圍設定 現在終於可以指定區域刷怪 而不會跑到其他危險的地方被主動怪殺死了 但是雅丁部分地區的王現在變成主動攻擊了 所以自動刷怪時要注意一下範圍設定 以上就是天堂W的更新改版重點整理 還有推薦大家官方模擬器以外的新選擇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